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那今天就到這個家家麵線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他現在搬家搬到虎平街了 好那我們就再吃一次 老闆娘你好好久不見 那現在搬家搬到這邊生意有比較好嗎 沒有像之前啦因為這邊都是上班族 那邊是上班族這邊都是住家 跟那個攤販 就是說也有新的客人也有舊的客人 就是說搬來這邊位置還是有上班 喔這樣 好那還是希望您加油 沒有因為我前一陣子有休息滿久了 我抽過 喔這樣啊 所以很多客人以為我沒有這樣 我休息了大概快三個半月 喔那休息比較久 對所以客人會以為我沒有做了 喔是 有流失了一些 但是現在就慢慢有一些又找回來 看Google說還有 有一個找回來 滿多的我現在前一陣子也有香港的客人 來了五六批 還是 還是 然後我就說 因為現在位置少 然後 可是他們上次六個人也是這樣子 還是 是 很開心的回去 我覺得蠻值的 還是 然後 再加上說 欸 欸 蠻多的 那天還有兩個 你有約來的觀光客 啊 觀光客 你有約 欸 華裔的啦 但是不會講中文 喔是 然後 我覺得 至少 大家會認同我們麵線 對 那我也一直在堅持 看 不知道能堅持到什麼時候 加油 對 對啦 因為很多因素 你們覺得 像我們 你也知道我們家的食材 雞湯麵線 雞湯去熬煮的 香菜又過濾休息了 辣椒 我不吃辣 但是辣椒也是自己炒 所以我說我很多東西 我都一直想說 把這個好的味道給大家知道這樣而已 並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求什麼 Number one 就是 至少大家吃的是健康 衛生的 麵線 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就想要點那個麵線套餐好了 要不要 我給你加個花枝 喔好啊好啊 我們三種料都很好吃 喔是 你試試看 喔好 我們的料 花枝跟肉根都可以吃到肉 大腸也 清得很乾淨 都很香 喔好 你試試看 是 好 好那剛剛薛洋老闆娘這個 如果不舒服還是要多休息啦 要休息到好再做夜 ok了啦 現在已經快 已經一年多了啦 最近才和解 是人家撞到你嗎 對 從巷口 衝出來 然後 然後 就都送了 收膠固責 然後 也是 拖滿久的 又要打官司 又要上醫院這樣 對 醫院 法院的 沒辦法 大哥要吃辣嗎 喔好 加辣 好 加辣 好 加辣 小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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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中辣好了 中辣 先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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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好 好 這碗的視覺效果會很好吧 對 我跟再加的麵線 其實我都把料放上面 這樣子大家可以 又可以看到 我不是特地做給你的 我賣的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放 ok 我還要準備那個料 所以 好 那這一碗美麗的麵線 有花枝 有大腸 還有肉羹 而且是這個雞湯麵線 好吃又順口 湯頭真的是很清甜 好 真的很棒 真材實料看得到 好 希望老闆娘身體早日康復 然後生意越來越形容 因為老闆娘她是 真的很用心的在製作麵線 從我剛認識她那一年 好 餐點也吃得出這個老闆娘的熱心 跟心力都注入在這個麵線裡 值得細細品嘗 好 那大腸也洗得很乾淨 滷得香噴噴香噴噴的 好 肉羹也滷得很入味噴 讚 好 更正應該說錯了 是大腸滷得很入味 然後肉羹的味道很香 它那個香料味很香 然後花枝很清甜 三個料各有特色然後都 很鮮明的味道 我就在這個麵線當中和唯一 讚 好吃啊 好吃啊 真的值得細細品嘗 好개 嗯 欸 然後要忽略的那種 我不是那種招貨店這樣叫的 我是直接工廠 因為這樣又新鮮 然後又可以控制我的品質 然後麵線也有處理過 所以大家吃的沒什麼負擔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麵線 多欠少 然後麵線放很多 可以吃到很多麵線 然後吃起來就是很爽口 因為你如果 多欠多的話麵線 就可以放很少 可是那樣都吃不到麵線 真正的麵線 你都吃夠欠 不健康 麵線有處理過 所以大家沒有什麼負擔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有跟那個都居老人配合 就是都送他們吃 因為老人家牙口不好 嗯哼 那個我是沒有公開啦 就是他們那個社工 他們每個月會去 網盤有沒有 然後會帶便當 我想說老人家牙齒就不好 然後他們都是固定 去買那個素食便當 送給老人 然後那天我就是 五六個月前我看到 我就說 送老人家一人一人這樣 像這個月的話是十八 是 就是他們就看 結果他們說老人家牙齒不錯 所以還蠻喜歡的 我說那我就這樣持續 你們要 要去彈彈的時候 再跟我講 先跟我講 那我就 準備 送給老人家 因為 我不敢講別 但是我至少知道說 我們面前老人家吃的沒有負擔 是 那就感謝老闆娘的愛心 沒有啦 這是應該的 只是說我會跟你講一下 好 好吃美味老闆娘又有愛心 希望這個各位朋友多多支持 讚 好 那這個套餐有酸梅湯 那也是古法釀製 這算是古早味的味道 烏梅的味道很香 前一陣子我在這個 某一間老店喝到都是酸梅湯 是偏甜 沒有這個烏梅的香氣 這烏梅香氣真的非常的濃郁 讚 能夠感受出老闆娘的用心 跟這個 跟客人喜愛分享的感覺 你來吃跟用餐一定能夠感受出 老闆娘的用心 讚 真的非常好喝又清甜 讚 又不會過甜 好 那菜單在這邊 好 一碗用心的好麵線 跟用心的 好酸梅湯 桂花酸梅湯 希望各位朋友能夠跟各位朋友分享 各位回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